看见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八种绳结 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绳头对接和经常用到的绳结的打结方法 首先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简单实用的亨特绳头对接 两根绳头各自相搭 大家看好 然后我们抓住中间的节点 开始向外侧翻转打半扣 打完半扣之后慢动作教学 绿绳在前方绕过后方双圈再次返回 黄绳此时在后方 我们提起黄绳从前红前方再窜回后方 就这样 双向拉伸 直接我们受力一收紧 节点绝对均匀 牢固可靠 安全又实用的亨特结就完成了 第二种水平式交叉对接技巧 水平式交叉对接技巧的打结方法更是简单快速 当绳子突发破损 破骨断骨断裂 我们用这个方法进行对接 各自缠绕对方一圈 上方以单结进行收尾 再次受力的同时 自动锁紧 节点绝对安全 绝对牢固 简单方便 快速使用 单套不临结 号称为绳结之王 拖车锁装定点定位 高空调物 施工作业 应急逃生 都可以用到的一个绳结技巧 受力安全牢靠 宁舌不开扣 方便又实用 冬季施工遇到装点过滑的时候不好固定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固定性最强 可以在冰柱上固定的绳结技巧 冰柱防滑 定位结 咱们装点过滑 咱们就这样操作 绳子向外侧围绕装点 缠绕五指六周 底绳拿过来的同时 从装点后方搭接 预留一个绳环 此时预留的绳环提动 进行收尾这样收紧 节点在非受力之前 装点即使再滑 我们可以上下自由移动 受力的同时 想在哪里定位 直接定位 宁舌不滑 第五种绳结 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用到的 珠提扣 加强版 又叫双圈锁紧结 结法极其简单 咱们想在任意节点 打出这样的 都可以固定 锁紧定位 效果完美 旋转半周 然后双圈从合之后 零散物体收纳压缩固定 采用这个方法 还是非常简单 特别安全 非常牢靠 使用的 第六种 户外防风抓结 大棚牙棚绳 帐篷防风绳 户外晾衣绳 都可以使用的节点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 这样打结 既简单又快速 绳子对折 形成第一个单结之后 再次缠一圈 返回的同时 绳环预留 压在双绳上 双绳同单绳环内侧 窜起 这样一收紧 一整理就可以 效果绝对完美 此绳结 节点 手动随意调整 松紧度 受力不滑不开 安全牢靠 又实用 第七种 双向半扣的 应急对接方法 接绳当中 也是最安全 最牢固 最实用 最可靠的 绳子这样 上下各自翻转 打出半扣 两个半扣 合在一起 绳头从双圈中 互换位置 左右穿插 穿插完毕之后的节点 再次受力 二次整理 整理完成的结形 受力 宁舍不开 结实 安全 牢固 使用 第八种 松端定位 毛结 结法极其简单 户外锁装 锁点定位 高空应急 快速逃生 都是一个宁舍不开的节点 因为此绳结节点 因为咱们已经加固了 可以达到一个宁舍不开的状态 绳尾不是活结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绳结 在关键时刻我们使用的同时 达到它最佳的效果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和使用一下 非常的不错 特别的安全牢靠